大选最后关头,特朗普投下重磅炸弹,为当总统连命都不要了吗? 大家好,美国大选最后关头,特朗普投下重磅炸弹,要公布肯尼迪预测真相,为了总统位置,特朗普连命都不要了吗? 距离美国大选最后投票时间只剩下一周,而就在大选的最后关头,特朗普拿出了压箱底的手段,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 什么是重磅炸弹呢?特朗普承诺只要自己当选总统,就会向外界公布肯尼迪预测事件的全部真相。 哪个肯尼迪呢?就是那个当年坐在敞篷车上,半路被枪杀,子弹把脑袋打开花的那个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 特朗普现在声称,要公布肯尼迪预测的绝密档案,对于美国政坛而言,无异于一枚重磅炸弹。 因为60多年以来,肯尼迪预测在美国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而且这个事件已经完全超出了正常的行政范畴,涉及到了美国政治金融军工复合体,甚至流传已久被大家津津乐道的,隐藏在美国背后的深层政府。 那么问题来了,特朗普要是当选了,真的会将肯尼迪预刺事件公之于众吗? 在我看来,这种可能性并不大,这大概率是特朗普为了当选,在最后关头掏出的底牌,进一步刺激民众对自己投票而已。 毕竟特朗普不可能为了当总统,连命都不要了吧,肯尼迪为什么会被刺杀? 真相我们自然不清楚,但有一个重点是不能被忽视的,那就是肯尼迪在以色列核武器问题,以及美联储问题上惹怒了犹太集团。 1961年,肯尼迪刚上台时,就喊出了要铲除核武器,而当时以色列正在加速核武器的研发,并且最快在两年之内就能建造出一座大型核反应堆。 如果真让以色列弄成了当时的苏联,势必会在中东部署核武器。 所以,肯尼迪开始要求以色列停止核武器的研发,并且态度强硬,核查了以色列核设施军事基地。 甚至直接让美国国务院制定了一份遏制以色列核计划的制裁方案,并以暂停安全承诺以及经济援助来威胁以色列。 对此,犹太集团已经对肯尼迪怀恨在心了。 而除此之外,肯尼迪还企图从美联储手上夺权。 大家应该都有所了解,美联储从来不受美国政府的管控,并且牢牢掌控了美国的货币发行权。 当时肯尼迪就签署了一份总统令,想让联邦政府摆脱掉美联储的撤走,并夺回货币政策的制定权。 肯尼迪这么做,更是直接触碰了犹太集团在美国甚至是全球的根本意义。 也就在这个阶段,肯尼迪遭遇到了刺杀,最后不幸身亡。 而一个以色列核武器问题,一个美联储问题,这两个问题在肯尼迪死后有什么变化了吗? 当然有变化。 美国自此之后,不再阻止以色列的核计划,甚至在最近的中东局势之下,默认了美国拥有核武器。 而美联储也活得好好的,时至今日依旧掌握着美国的货币制定权和发行权,跟美国联邦政府是平起平坐的。 而且在此后的30多年的时间里,肯尼迪家族的多位成员都先后死于非命。 除了犹太集团以外,我想不到第二个在美国能有如此大能量的势力。 与此相比,特朗普今年先后遭遇的两次刺杀都是小打小闹。 因此,大家真的觉得特朗普会把总统的位置看得比自己和家人的命还要重要吗? 谢谢收看,再见。